年夜饭准备好大秀一波厨艺吗 学会这个巨简单又有排面的鲍鱼红烧肉 已将成为年夜饭上最亮的仔 这两块五花就真的比鲍鱼还贵相当离谱 五花肉切成均匀的大块 鲍鱼从备注下刀取肉 找几个形状完整一点的打上花刀 其他的切成容易入口的小块 锅里留很少的油 下入五花肉煸炒 它会出很多油 倒掉多余的猪油 再放入葱姜炒到肉起胶壳 夹出煎香的大葱 找个砂锅垫底 放入一罐啤酒 再放入一袋猪皮青测 好吃的过分的红烧料 18块里面居然有6袋 盖上盖炖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汤汁会自然收浓 放入鲍鱼 它会自然成茧 转入砂锅 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把那两个完整的鲍鱼 放在肉上面撑场面 这个鲍鱼还真没有五花肉好吃 我认为很厉害 我认为我认为